外媒預測台灣十年內有核武 邱國正回應 BBC踢爆 採訪彭帥者 非聯合組報記者 新華社社長面臨滿任 中共文宣系統震盪 起司法部打擊中共滲透 哈佛教授參與千人計劃定罪 大陸十大最醜建築出爐 第一名主人最近極其出名 大家好 歡迎收看國際新聞眼 台灣國防部長邱國正 22日上午 副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並作專題報告 題目為 面對中共軍力提升 我國戰備因應作為 在會前有媒體詢問 老透社報道中共黑手 已伸進台灣軍方 國軍多名現役高階軍官 替北京從事駕跌活動 而被定罪 北京更滲透總統蔡英文為安全隊 等問題 邱國正指出 國軍在這方面一直都有防範 首先要做到有自我防衛防疊的概念 並透過宣傳教育強化官方防護意識 邱國正強調 最重要的就是發現要早 國軍對這些狀況都有反情報機制 並且官兵都有好好的習慣 只要覺得事情不太對勁的時候就會反映 國防部就會啟動偵查及調查機制 國軍在這方面到目前為止都未發現滲透 我對這點是有信心的 針對有國外期刊預測台灣10年內將擁有核子武器 邱國正回應說 國防部並沒有研發核武裝備 並且國軍緊守國際規範 完全空越來風 有記者問 魏傳媒報導潛艦割造疑似有傳弊案 台灣向土耳其購買魚雷有標的輸出許可 至今無下文 邱國正表示潛艦割造工作挺艱鉅的 雖然有時會遇到有波折 但每項工作都有規劃 到目前為止潛艦割造進度仍在按照計劃進行 而且挺順暢 中國網球明星彭帥指控受到前副總理張高麗親分一事 如波未了 19日彭帥現身2021國際越野滑雪上海陽浦站決賽現場 他與中國籃球明星姚明、乒乓球手王麗勤 以及帆船女將徐利佳 一起出現在主辦方或定的五樓露天看台嘉賓觀賽區域 全程觀賽20分鐘左右 並在場邊接受聯合組報記者顧宮女的簡短訪問 彭帥表示 從未指控別人侵犯她 並強調一直很自由 有評論質疑彭帥的表現 好像是照劇本演出 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馮少欣 在Twitter發文指出 採訪彭帥的顧宮女實於2017年已經離開聯合組報新聞報 根本不具備採訪資格 報道指出 顧宮女離開新聞報後 在聯合組報賺稿數量不多 其中幾篇由宣傳報公稿 馮少欣在Twitter發布的一張截圖顯示 顧宮女發表的文章 最後出現本文由廈門市委宣傳報呈獻的字眼 據報道 顧宮女在其LinkedIn專頁介紹 她於2010年10月加入聯合組報成為特派員 2011年7月成為該部重慶記者站主任 2013年7月至2017年5月成為該部駐上海特派員 2017年6月至2017年11月 是該部大中華區中監 負責媒體解決方案 由2017年11月至今 顧宮女出任新加坡報業控股助理副總裁 工作地點在上海 新加坡報業控股 就是聯合組報的持有人 顧宮女目前相當於聯合組報駐上海的銷售代表 時事評論員唐靖遠指出 聯合組報是新加坡的報紙 人家說她大外宣 不只是因為該部的報道立場一貫親共 這是盡人皆知的 同時也是因為該部是唯一獲准 可以在中國大陸部分地區公開發行的海外華民報紙 這種免檢待遇本身就已經說明了一切 此次的報道其實是假記者 中國的大外宣系統協同運作 中共猴市新華社社長一職面臨換人 總部設在香港的親共媒體星島日報18日報報道 現任社長何平在2022年1月將滿65歲 到了正部級的退休年齡 預料將由新華社總編輯富華升任社長 現年57歲的富華是江蘇魚東人 曾長期任職北京市宣傳系統 2014年出任北京日報社社長 自2017年初開始富華在一年零兩個月內三度離身 1月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 5月轉任經濟日報社總編輯 2018年3月首次離經任職 南下接替慎雄出任廣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長 2020年3月富華重返北京出任中宣部副部長 財新網在2021年7月7日報道 目前中共猴市人民日報社社長總編輯 中共央視台長總編輯 均由托鎮一人兼任 他在此前任中宣部副部長 陳凱雄現任中宣部副部長 央視總台台長總編輯 自由亞洲電台披露 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的報刊 《中國經營報》總編李佩玉 在本月12日突然失亂 有消息稱他已經被中紀委帶走 涉嫌新聞烤炸和侵吞國有資產 中國經營報原記者劉成坤和自由亞洲電台說 因社科院是中共的智囊 敲詐勒索傳出去明聲難聽 他們想將這件事 壓到他個人侵吞國有資產 打個比方 收入可能4-5億 他比社科院就報1.6億 《中國經營報》創刊於1985年 李佩玉1986年進入該部工作 1994年被殷名為總編輯 旅美中國問題專家 市政評論人士李燕明 對《大紀元》記者表示 這些黨媒高管調整 出示信號和奇襪集傳出 顯示中共文宣系統計政法 金融系統之後 成為習陣營又一重點清洗目標 文宣系統後續 遼將面臨更多高層人士變動 乃至高管落馬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李伯 於12月21日 因隱瞞參與中共的千人計劃 被判罪名成立 陪審員認定李伯的6項重罪 指控全部成立 包括2項 虛假陳述 和4項相關的稅務犯罪 聯邦檢察官說 62歲的李伯 通過向調查人員提供誤導性陳述 和虛假報稅 隱瞞了他和中國千人計劃的關係 追逐金錢和諾貝爾獎的希望 超越了法律的界限 判決結果向被中共收買 和利用的學者 釋放了震懾和警示信號 該案被視為對美國司法部 中國計劃的一大勝利 尼伯是納米領域的知名科學家 哈佛大學前法學系主任 美國司法部於2020年1月 對他提出指控 綜合媒體報導 檢察官說 利伯2011年同意參與中國的千人計劃 擔任武漢理工大學的一名戰略科學家 自此雙方合作長達10年 武功大每個月向利伯最高支付5萬美元的薪水 外加15萬8千美元的生活費 其中薪水的一半用現金支付 另一半傳入一個中國銀行的帳戶 但利伯在2013年和2014年的 《個人所得稅》申報中沒有包括這筆薪水 也沒有報告這個銀行帳戶 在利伯被捕前 美國國防部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曾向他提出質詢 他對於參與中方支部計劃一事說謊 而國防部和國立衛生研究院 為他提供1500萬美元的研究資金 2020年初 利伯被捕後對審訊他的聯邦調查局特工說 他同意與武漢理工大學合作是想得到認可 他說 金錢是一個巨大的誘惑 這是中國用來引誘人的東西之一 《華爾街日報》12月22日報導 美國已指控約24名學者向調查人員說謊 說在有關他們與中國關係的文件上瞞報 其中9名被告認罪 幾年前特朗普政府開始打擊中共對美國的鑑调活動 特別是針對竊取知識產權 聯調局FBI對千人計劃等項目展開排查 處理了多名攝氏科的人員 在美國學術家引起震動 相關案件的審理揭開了中共海外滲透的內幕 12月19日 觀察者網引述微信公眾號灣區高樓謎報導 由RCC瑞達行旗下媒體 建築唱研網舉辦的年度中國十大醜陋建築評選 日前在北京揭曉最終的評審結果 拿了第一名的是最近出現資金斷鏈 面臨破產危機的恆大集團旗下項目 海南丹州海花島建築群 評審選舉的理由是資本任性妄為破壞海洋生態 形態怪異集亂是原副 微族民旅專案的典型 主辦方表示此次評審標準為建築使用功能極不合理 與周邊環境和自然極不和諧 抄襲、山寨、盲目崇洋、仿古、折衷、拼湊、盲目仿生、 乞意象徵、隱喻、體態怪異、惡俗、明知不可為而刻意為之等圍盜 經由社會公開蒸集投票及專家評審團評選 最終確定出2021年中國十大醜陋建築榜單 這項活動只在壓制醜陋建築的頻繁出現 主辦方表示 很多網友對這個一連一度的選抽大賽抱著體熱鬧的心態 殊不知對於中國建築而言是很重要的評選 遼望東方周刊陳專訪該大賽的評審專家 81歲的顧曼潮來談論評選的意義 顧曼潮先生說 過去我們很少談醜 國內的美學研究也沒有好好地研究審醜 評醜的意義在於支持這麼符勇 知道存在的問題才會改善才會進步 現在還在這裡繼續就說明問題依舊存在 主辦方說 起初以為醜陋建築做過三、五屆就差不多結束 但現在做了十二屆還在這裡繼續 醜陋建築還不斷出現 這個剛好說明還有許多地方沒有做好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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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